今天又回到龍珠 最近開始有一些新活動 之前比達的爸爸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多了三個 只多問了薩亞人威脅來襲 這個應該是... 有寫著是劇情活動 劇情應該是... 龍珠Set一開始的劇情 薩亞人來襲編 不過拉帝芝被悟空打死了之後 然後拿帕和比達就來了地球 悟空也在界王那裡練了界王拳 再回來跟他們打那段劇情 沒意外就... 突破關卡就送這個R比達和拿帕 之前也送SR比達 即是速度屬性那張 反而這個就只送R 一點滅小器 不過可能他們的人物的設定 實力只有R級 應該是這樣 如果要SR以上的話 可能要去到後期的比達才行 然後就... 這個是... 這個是... 菲利的老爸 他... 什麼... 黑... 老德大王 這個未出 然後就... 有個... 機械菲利 和之機械皇帝 再騙降臨 對了... 拿SR機械菲利 然後這個就拿SR 他老爸 然後就... 黑維拉那個 也有... 有... 有提到一下 一些新的消息 好像說之前又... 不知道... 提前... 不開啊? 對 總之也是有問題啦 不過現在都還沒開 變到... 又不知道拖到幾時了 即是他大哥那個 現在就只有阿菲利 他老爸那個都沒出 對了 這個反而還在 不是一樣的 異星戰士 開始了 我又沒拆到 還有他這個活動 跟之前比達老爸的活動一樣 那個Z難度呢 比之前那些特別難 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我用一些 黑渠的屬性 就去防禦了 已經 比他普通攻擊 打一下 都差不多一萬血 吃他招必呢 就算擋了也好 都扣兩萬多血 哇 超誇張 完全打不贏啊 除非... 除非... 即是... 如果... 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 用回3-4顆龍石才行 那就免得了 好 現在來打個... 攻防戰六 等等 上次是打完誰 我想想 先 上波... 熔岩巴特... 地黑木 啊 這次應該是打過超能力的 羽毛二環 即是打古佬 古佬的話是... 已經有人有了 阿菲利的老爸 體力屬性的力氣加3 其實他為什麼會打到呢 活動不是還沒開始嗎 其實現在已經有一招了 即是... 活動一準備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一招了 即是活動是... 純粹是... 可以讓你在那裡打回來 即是機率就大一點 自術性的話就... 就你啦 體力就黑他 好 我們走...走啦 其實都OK啦 菲利的老爸和機械菲利 全部都是加3格力氣的效果 Leader 即是Leader技能 一如無意外 這兩張我都會... 收一收齊的 反正我現在自屬性和體屬性的Leader 都還沒找到一個好一點的Leader 嘖... 唉唷... 他... 他... 他竟然不是打古佬啊 竟然是打回那個上波啊 嘩...他真是... 我真是猜不到啊 我還要加上多多利亞 不過兩個都是體力的話... 那即是之後... 之後... 之後我覺得我應該去挑戰一下最高難度 如果這樣 用...用...用... 打... 力屬性的卡片 就是打他 絕子絕孫拳 打你弟弟 再來一下 打你弟弟 這一下就... 這一下就... 這一下不應該叫龍場拳 這叫鳥陰拳 總算打贏了 下一個 嘩...真的還有七 最近我都... 又升多一張SSR 雖然不犯 最近升滿了級 接著見那些徽章都...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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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充足 直接升了他做SSR 剛剛升的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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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級 還沒升級 五千七 五千七血 四千八攻 三千四 TF 那應該如無意外呢 就是... 第四張SSR 了 第一張是... 悟空 啊... 不是...第一張寶傑克 之後才是悟空 接著就是悟反 接著又到這個悟反 小過的悟反 現在考慮... 遲下升哪個好 如無意外呢 就應該是比達都會升的 因為他的Leader技能 就應該會長用他了 接著就是這個悟空了 應該這個悟空都會升 他的Leader技能都好用 技力... 技力屬性的... 力氣加2 兩隻屬性 接著還有這招... 呃... 被動技能又是幾正啊 出必那個時候額外加2500ATK 主角果然是主角 這些技能是實用好多的 攻防戰7 嘩... 還有 嘩... 那我真的想不到之後打什麼 難道他現在才再打那個古佬呢 嘩... Ur100呢 菲利 最終形態 嘩... 這傢伙應該挺喜歡菲利下 不然也不會真的升到 那... 那... 我敢就來了 嘩... 嘩... 起100呢 是不是呢 減回有幾呢 嘩... 又打多一次他 嘩... 他很漂亮 死不斷氣 這樣 應該不會只打多一次 那麼... 那麼... 那麼無聊啊 應該會... 呃... 跟... 某人組隊 然後再打 嘩... 不定跟那個巴特 紫色碎星啊 咦... 又不是一齊啊 分開啊 已經看到了 巴特 分開打 好 好 巴特 不過這關其實都算好啊 巴特是速度啊 跟著那個吉斯是... 呃... 力屬性 那... 就算用一些雙刻的屬性 都沒有影響 都互相沒有影響 我之前打過一關叫做 好像是... 可先人的復仇 那關就麻煩一點 一開始打... 啊... 打那個... 圖伯伯 跟著打完那個圖伯伯之後 就打學仙人 跟著那個學仙人呢 就有自屬性來的 圖伯伯就速度 即是變相如果你... 用技屬性去打圖伯伯的話呢 一開始你欺負他 跟著打完他之後 打學仙人 就被他欺負回頭 被他自屬性欺負回頭 那些關真的麻煩 那變相只能夠... 你... 最多都是用體力屬性的 你用體力屬性 就可以刻下學仙人 但你又刻不到圖伯伯 變到打最高難度的時候 就... 有點兒吃力 好 好 中等難度其實就沒什麼問題 就算屬性 刻不刻也好 所以其實他們後面這裡 就可以兩個一起上 反正後面的關卡 你應該增加一下一些難度 對不對 兩個一起來嘛 沒記錯他們之前好像是分開的 現在又是分開 好 好 完成 嗯 以地球人來說 還算有兩下子 現在輪到你了 菲利莎 菲利莎達人請幫我 在我機樓身上 他現在才出場 那就交給你了 讓我來... 滅滅你威風 隊長 終於見到你了 隊長 菲樓隊長登場 嘩 他現在才登場 前兩張菲樓特戰隊 不是...前三張 菲樓特戰隊的時候 都沒見過他 他 拖多三張之後才出場 用不需要這麼... 這麼大牌啊 灑大牌 不知道菲樓什麼屬性呢 他...另外那四個就... 體、力、速、智都有了 如果是這樣 他應該是技屬性的 如果是這樣 他們五個就應該是五種屬性 沒理由菲樓會跟隊員重複的 假設他是技的話 就應該要用那個... 智慧黑他 那就死了 我智慧的卡片很少 這樣的話不行 偏偏現在好有這裏 只有速同體 沒有其他屬性 用體啊 希望我推斷沒錯 比想像之中厲害 但是少了比達這個夥伴 戰鬥都很痛苦吧 要跟比達聯手的就是你們 我記得上次交手的時候 就說要尋找同伴 撫傷他 即是寬放馬過來 看來唯一場有趣的戰鬥 你不要玩啦 現在這個杜拉格斯 不變身都瞄你啊 你... 神經病啊 精彩的戰鬥 瞄殺的戰鬥 咦? 有個金色的聖角徽章 真啊 要高難度才能進去 應該是 高難度才能進去 說起來又說了 話說這個... 這個... 那個... 菲利的爸爸啊 都幾陰功啊 一出場啊 被... 啊... 都在格斯直接秒殺了啊 跟著他連變身都未變啊 即是以他們... 啊... 三父子來說 他就算是最陰功的一個 即是... 氣氛又少 又沒有變身啊 就... 直接被人秒殺了 然後變成之後啊 那些遊戲啊 呃... 卡片啊 什麼都好啊 總之就是... 他的周邊啊 都只有他這個形態 他普通的形態 他的最終形態 永遠沒有人知道是怎樣的 可以說是最悲劇的一個角色 一個最悲劇的大佬啊 撿不到啊 聖角徽將啊 撿住這個先啊 都是金色啊 機鬧啊 竟然是智熟性啊 啊 早知是這樣 咦...不是啊 這樣我好彩啊 選了體力 黑了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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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死好命啊 你要知道運氣都是實力的一種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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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實說 不知道他招必殺是什麼呢 那個機鬧 正常的話 他招必殺應該是那個交換身體 原無意外的話 但我很難想像 他... 他這一道 這隻遊戲怎樣去 弄出來 難道直接拿了別人的卡來用嗎 做得好 就是個招這樣下去 看來敵人都開始 焦躁不安 嗯... 他只要必交換身體 對不對 不知道他這裏的系統怎樣弄出來 逐漸激烈的戰爭 打飛來了 是吧 應該都差不多完 這張 好了 用... 就來了 喂... 超炎夢 不打飛來了 又是打他 死不斷氣 整天敵人打完一次又要再重新打一次 都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咦... 不是啊... 應該是... 應該是... 哦... Sortis呢 對啦 應該是要這樣嘛 整個基留特戰隊 打一次 同一關 應該要這樣 一組應該 又知道 應該不要這樣分開打 應該直接一次過 不知道四個... 五個角色 一次過打了五個 放在最後 分開打有什麼忍呢 如果這關呢 如果這關 打最高難度 都真是 不得了 即是很難去選一個 全能的卡片 再跟他們打 好... 好... next... next... 嘩... 這邊這麼多加氣 就這邊啦 好... 好... 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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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兩格,是屈機喔? 嘩,正! 嘩,他又加了! 吃光它,吃光它! 超炎夢,唉呀,算了 買得好 接著是1,2,3,4 5,6 2,4,6 嘩,爽! 先爆招B,不要說那麼多 再見 你要雙數啊! 嘩,不要緊 都吃到 2,4,6,加氣 他是給我1,3,5 撐他的肺 嘩,又加兩格,嘩! 爽! 又是2,4,6 我不留下6 嘩,吃Bit啊! 都不要說啦,吃Bit啊! 毀靈硬是超遠的 但用必殺技才是9,844 80K 加上他 一萬都沒有 很廢啊! 他都已經快升滿60級了 嘩,要留下4了 拿龍珠 嘩,這個死得最快 應該是 力屬性 隨便撞兩顆 搞定 給他1 給他1 給我1 非常好 直接打吧 拉巴 他這個姿勢真是不得了 最經典的姿勢 他怎麼想到出來呢? 他擺這個姿勢 難以自信,這就是你真正的力量 算了吧 我就坦白一點直說 我實力不只是這樣 怎麼可能 比我肌樓更厲害的人 只有菲利莎大王才對 這次輪到你了,菲利莎 只有半吊子力量的加火 我時最會先死 就等本大王教你這個道理 哈哈 他還未染金頭髮 只要染金頭髮 我看你敢不敢敢說 希望他不要報他爸爸的後塵 他爸爸還未變得切身 就被人秒殺了 他現在還是 最差的形態的菲利 正常就是現在應該馬上 變超欺殺人過去秒殺他 這樣就不會之後 之後就不會還有這麼多事 總是喜歡拖著來打殺人 宇宙最強的菲利莎 這傢伙會是什麼屬性呢? 雖然見過有技屬性 但是 他之前那個我也見過有速屬性 嗯 這樣嗎? 還是超義悟空吧 應該不會 想不到有人比基柳隊長更厲害 真是想讓你們在我手下效力 你們有興趣效忠於我嗎? 不要開玩笑 我們怎麼可能答應 哈哈就知道你們會這麼說 見識見識本王宇宙第一個可怕的力量 你叫一個比你厲害的人效忠於你 是不可能的 不要玩 不如你來效忠於我吧 喂! 他這個形態之前 悟空老闆的活動都 已經打過了 那時候是速度屬性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 好可怕的 在那邊 有金色的 哦!有力屬性 這張好像也見過 力屬性 在好友的那邊有見過 對了 這關又可以挑戰一下最高難度 羽毛二娃 看來他最高難度要遲一下才可以挑戰 我嚇他 我真是SSR 打下去招必 一半血都扣不到 有點硬 看來真的很硬 萬多血都扣了一血 還是受不住我的療陰腿 1 1 又來一個1 非常好 今天復星高招 運氣好 運氣這麼好的日子最適合是什麼 我告訴你 這個家庫 距距地球人居然有如此力量 就死了 其實他不是地球人 鬼死的人是你們 你變了新鮮 還是第一形態 啊 啊 啊 我們打霸了Feliz 他真的跟他爸爸一樣 抱他爸爸後塵 這下多少有修復次元扭曲的現象 跟他爸爸一樣 未變身被人瞄了 啊 啊 醒覺的殺眼王子 哇 即是打貝達啦 總算又完一張 故事今天打到這裡 哎 運氣不錯 來個召喚 啊 來吧 會不會抽到一些 非常之令你 意想不到的角色 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使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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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